大家好,我是Iris 今天这期视频呢,我要跟大家开箱这个市值10万的 Air Jordan和Dior连米球鞋 王靖凯啊,王苏聪啊,Scott 他们都有上升物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箱 片尾记得要看哦 有小彩蛋,其实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开箱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创业 所以两袖清风 是的,没错,那今天我们要开箱的这个 是一个很重磅子的各大平台上 据说已经炒到了10万块钱的样子 所以这是一双价值10万块钱的球鞋 上周的时候收到的吧,是Dior给我的 今年两月份预定的 这个鞋盒跟以往的Dior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以往的Dior的鞋盒的话 也会是用这种帆布的这种面料显示它的质感 但是它这个是完全设计的一个新的logo 我想开箱 这个是从法国寄过来的 它这个是全球限量8500 我买的是高邦吧 中国限量发售应该是在1000双左右吧 只有Dior的Elite客户 或者是说大家好像可以通过网上抽签的方式获得 但是我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 上面会写是谁买的 以及销售是谁 因为每一个鞋子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编号 现在我就开始找它的编号 这个是套鞋子的鞋盒吧 哦,还送了一个鞋垫耶 因为我没有怎么买过Air Jordan的鞋 所以说我只能用我平时买Dior鞋子的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 不会送鞋子 我刚刚仔细看一下这双鞋子 它主要是在哪几个地方 跟一般的AJ1不一样的 首先它的Nike这个部分是用了Dior的一个老花 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鞋舌部分 它采用的也是一个布衣的公料 上面其实也是印着隐形的Dior老花的一个logo 这双鞋子实际上它所有的牛皮都是从意大利精选过来的 它鞋子的制造功力其实也是非常的匠人精神 鞋底部分呢也是一个合作设计的一个logo 然后它鞋的这边其实鞋底这里是特地有做这种透明的 哦,这个是那个是乔丹 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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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比以前会有人磨绑 是用来扣在鞋子上面的吗 不至于吧 还有一个部分我发现跟可能一般的那个AJ1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的这个鞋绳部分的头部 它用的是金属的这么一个材质 上面其实有细细的印了一个那个Aer Julien的一个logo 这个地方其实做的还挺细皮的 我找到我的编号了 没有这个编号的全部都是莆田生产 我又再囤着布扒的话 我估计马上莆田药出来了 我的编号是8500双里则 第2802双 然后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获得这双鞋子的 当时我看到这双鞋子两月份的时候 我非常想要 然后呢我就发给了我DIALSALS DIALSALS非常冷酷无情的告诉我说 曹小姐对不起 今年年消费没有达到 这个是要拉年消费超过100万以上的客户 才可以购买这双鞋子的 那一瞬间突然让我有一丝丝不想创业的理由 是什么让我变得如此两袖清风 是创业 是梦想 然后说OK 就我很知确 因为就这种全球限量的东西肯定是值对超级VIP开放的嘛 然后呢过了两天 结果我上海的校图就给我发消息了 说刚才法国总部这边发邮件过来 给到你一个特殊名额 所以你可以定了 然后当时他们就问我说 是不是我跟法国总部那边的人发邮件啊什么的 因为我跟DIAL很多法国那边的一些高定的团队啊 设计师本人都是比较好的关系嘛 最近我英语说的很好 然后呢形象也还不错 加上又有流量 所以说呢就是很多品牌的总部都是记得我的名字的 所以当时他们特意让了一个名额出来给我 不然我们小公主是可以凭实力拿到这张鞋子的 唉 那我买来的价格是在18000 因为今年也是Air Jordan的35周年 然后同时DIAL也是第一次在美国发售的DIAL男装 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年份 其实他们已经在前期宣传部分铺垫了很久 本来是4月要去发售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说推迟到了现在 现在我们继续开始看 还有什么宝藏 还配你一个那个鞋身 好了 接下来呢我准备把这双鞋子上脚去穿 因为等会呢我约了跟朋友去踢足球 因为他说踢足球能够帮助我 有这个团队协作的这个意识 希望我能够逐渐逐渐的从自闭儿童走出来 但是不知道这双鞋子踢足球的话 好不好提 它里面还有一个鞋身 EJ的logo 然后里面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这里面其实印的是DIAL 应该是在双方联名合作的时候 有互相博弈商量很久 哪个部分给我录出logo 哪个部分我们共同录出联合logo 然后它的这个你看鞋舌部分 比奥和Nike的一个另一个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了 我现在心情很难受 我的雨伞我现在太难受了 我决定要发泄一下 哪里有水分 那我可以家里拆拆吗 嗯 嗯 嗯